天蝎座下周运势 5月13日到5月19日 事业运势 下周的天象将为天蝎座的事业带来一系列关键转折 太阳与天王星的合相 犹如一股激流冲击着你的创新神经 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冒险精神和突破力量 此刻 你仿佛站在时代的潮头 独特的视角和前瞻性的思维将助你在事业上破浪前行 实现之的飞跃 水星踏足迹牛座 赋予你务实而精准的沟通技巧 让你的想法更易被他人理解和接受 然而 水星与冥王星的四分项 也预示着挑战与深入思考的时期 但只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和洞察力 并与团队紧密合作 你将能够稳健地迈向事业的新高峰 财富运势 下周的财富运势对天蝎座而言 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金星与土星的六分项 宛如一位严格的财务导师 提醒你务必谨慎理财 稳健投资 此时 正是评估和调整财务计划的好时机 确保你的财富之路稳健而坚实 金星与天王星的合相则为你带来一股变革之风 可能带来财务上的新机遇或需要你尝试新的投资方式 但请保持理性 避免盲目跟风 结合个人实际情况 做出明智决策 以确保财务的稳定增长 爱情运势 在爱情的世界里 下周的天象将为单身的天蝎座带来一段激情肆意的旅程 金星与天王星的合相 如同爱情的魔法棒 为你带来令人心动的邂逅和意外的惊喜 这段时间对于有伴侣的天蝎座来说 你的感情生活将充满戏剧性和活力 可能是与伴侣之间的情感深化 也可能是单身状态下的新恋情萌芽 水星进入金牛座 让你更加注重稳定和实际的爱情观 愿意为感情付出更多努力 然而 水星与冥王星的四分项 也可能带来一些情感上的挑战和深入思考 请保持真诚的态度 与伴侣进行深入的沟通 相信自己的感受 共同构建健康而稳定的爱情关系 健康运势 在健康方面 下周的天象提醒天蝎座 要特别关注身心的平衡 太阳与木星的合相 带来一股积极向上的能量 有助于提升你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 此时 不妨多参加户外活动 享受阳光和大自然的恩赐 然而 水星与冥王星的四分项 也可能让你面临一些情绪上的挑战和深入思考 请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注重休息和调节 寻找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 如冥想 瑜伽或阅读等 保持身心的平衡和健康 你将更加从容地 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 我是静电鱼 关注我 每天都有好用气